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适合住在外面 今夏继续转动着斜根 哼了一声 笑着调侃道 看来你还是很在乎未婚妻这个身份的 原今夏 你我之间非要这般讲话吗 就算你不是我未婚妻 以我们当年的情分 我照顾你也理所应当 我谢谢你哈 陆三少 今夏太了解陆毅 他总是有办法 让陆毅瞬间抓狂 陆毅自然看出今夏是故意给自己添堵 不再理他 拖着自己疼痛的身子往屋内走去 今夏只觉得无趣 默默跟在他身后 他打量了一下别墅 虽然灯火通明 但是却异常冷清 别墅内没有仆人 丫鬟 只有空荡荡的家具助力着 今夏撇了撇嘴 两年未见 他还是当初那个性子 冷冰冰的 除了长得还算俊朗 貌似也没有别的优点了 今夏看着陆毅自顾自的上楼 忍不住大声问道 我住哪里 陆毅停下脚步 略微回头 道 我隔壁的房间能住人 哦 今夏继续跟上陆毅的步伐 慢腾腾地往楼上走去 他见陆毅自顾自的走进了自己的房间 也没有告诉自己能住哪间房子 他对着他房门口白了一眼 算了 自己找吧 他来到陆毅房间的右手边那间屋子 用手拧了拧 并没有拧开 随后 又来到左手边 轻轻一拧 门便打开了 今夏走了进去 发现这间房间的布置 和当初他住在陆家时 那间房间的布置是一样的 则则 他还真是一个单调乏味的人 想必他那间房间 也和原来的房间布置是一样的 他习惯性地走到窗户旁 向四周望去 了解四周所有的情况 他的大脑快速运作起来 若是敌人来袭 他该如何逃生 如何将敌人击毙 他看见距离窗户一米原有一棵大树 若是敌人出现 可以跳向大树 借助大树的支撑 飞越到一楼 一年的保安队队长生涯让他养成了这样的生活习惯 也是这份小心谨慎 让他躲过了一场又一场的追杀 此时的今夏再也不是当年的毛躁小丫头 早已变成心思缜密的奇女子也 他第一时间获得了自己想要的信息 再一次仔细地打量了下房间 他看见茶几上摆放着一叠水果和糕点 今夏惊喜地发现一叠荔枝上面放着一个羊桃 他最爱的羊桃立刻拿了起来 用手简单擦了擦 咬了一口水分很足味道很正 还是当地的羊桃最为美味 他有些饿了很快便将那个羊桃给解决掉了 他还想再吃一个 可是果盘上面只有一个 好可惜 他撇了撇嘴 这是谁准备的果盘 真是不贴心 谁准备的果盘 今夏突然间意识到这个问题 他用手摸了摸茶几 又摸了摸自己做的沙发 均没有一丝灰尘 这个房间是有别人住吗 还是陆毅为自己准备的 只是 他也是刚刚得知自己回来 是何时让下人准备的呢 莫非是曾富将 惊吓满心疑惑 他想要找陆毅问个明白 想到他刚刚受到了边刑 按照他的性格 应该是不愿意在此时此刻 见到自己 他不禁想到四年前 那是他女儿家的身份 被陆毅揭穿 他残忍地将自己赶出了军营 后来 被陆都军得知此事 便赏了他一顿鞭刑 今夏觉得此事因自己而起 便主动拿着药膏 去看望了陆毅 可是 却不料被陆毅给赶了出来 陆夫人告诉今夏 不要和陆毅生气 他从小就爱面子 不是针对今夏 只是不想让外人 看见自己狼狈的模样罢了 今夏一直谨记在心 故而 陆毅狼狈时 他尽量不去招惹他 免得惹得自己一身不痛快 可是 今夏想到陆毅的背后 一鲜血淋淋 他那个样子 自己能涂抹药膏吗 会涂抹药膏吗 他有些担忧 算了 自己就当做一次好事吧 况且 之前自己怕他 那是因为 他是教官 现在的自己 为何还要怕他 他又不是自己的谁 想到这里 今夏瞬间胆大起来 他从自己的白宝包中 找到了窗伤膏 敲响了陆毅的房门 进来 今夏略有些忐忑地推开了门 只见陆毅脱掉了西服和衬衫 正在清理带血的鞭痕 虽然陆腹用的是 粗马鞭锁抽打 虽然鞭子并没有嵌入肉内 但是却也在他身上留下来深深的痕迹 从今夏的角度来看 不禁有些触目惊心 他没有想到 陆都军会如此用力 陆毅见今夏不言语 慢慢放下手中的毛巾 回头看了他一眼 问道 你来这里有什么事情吗 我来给你送药膏 今夏这才反应过来 他脸微微有些红 慌张地将药膏放在了桌子旁 转身便想逃 站住 陆毅的一声呵斥 让今夏立刻停下了离开的脚步 我够不到后背 你帮我上药 啊 今夏惊讶地看着陆毅 他这是抽哪门邪风 他不是向来不喜欢女人靠近他吗 这是怎么了 为何让自己帮他上药 愣着做什么 快点 哦 今夏不情愿地拿起药膏 慢慢挪不到陆毅的身边 用手沾了些药膏 轻轻地涂抹在陆毅背部的伤口上 他感觉他的背有些发烫 略有些紧张地问道 陆毅 你不会发烧了吧 没有 你别逞强 要不然我叫司马燕儒 过来帮你瞧一瞧吧 司马燕儒是陆毅身边的军医 今夏对他的医术和为人 自然是信得过 我说没事 便是没事 你若是不想帮我上药 你可以先离开 陆毅言语间越发有些不悦 以此极力隐藏自己别扭的内心 今夏白了他一眼 不再坚持叫医生 而是仔细地帮着他上着药 这不是他第一次见他的身体 看着他身上各种各样的伤痕 他心中略有些心疼 生在这个年代的人 是不是注定要承受很多呢 陆毅看不清楚今夏的神情 只是他的手冰冰凉 他的指尖碰触在自己的背上 让陆毅觉得格外的舒服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